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请大家入座 我们准备开始今天晚间的精训和哀歌的仪式 我们在今天一同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 所以请大家尽快地就座 我们在今天的敬拜的仪式当中会采用精训和哀歌的形式 我们会一同地读七段的精训并且对应着七首哀歌 在传统的受难日的敬拜当中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俗 就是在这个敬拜当中牧师不会举手祝福 牧师不会举手把上帝的祝福赐给我们 因为今天这一天是我们一同用悲痛的心情来纪念耶稣的受难 但是这是我比较反传统的一点 也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一天举手为上帝的百姓祝福 因为正是因为耶稣的受难 所以上帝的祝福才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所以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会依旧举手为大家祝福 另外我们今天的起应的呼召的部分 大家看到依旧是诗篇118篇 这是耶稣在宗旨主日进到耶路撒冷 当时欢迎祂的人所使用的这种诗篇 而到了今天这个受难日到耶稣定到十字架上之后 我们才更加地明白诗篇118篇的含义 更深入的一层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它会成为上帝圣殿的新的圣殿的那个仿角的头块石头 所以我们今天一同地用诗篇118篇来作为今天起应的呼召 我们一同地站立在我们的神面前 我们一同起立 我来读这个白字的部分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邪体字的部分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带着我们的眼中 祂的为实样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低头 向祂呼求祂的名 全能的上帝 我们祈求祢 在今天晚间 慈悲地看顾祢的家人 因为为了他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甘愿遭背叛 交在罪人的手里 祂在十字架上受死 让祂如今活着 并与你和圣灵一同掌权 独一的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全能永活的上帝 你借着你的灵 智力 圣化你的教会的整个身体 求你悦纳我们现在 在你面前的祈求和祷告 我们为一切属于你神圣教会中的人 祈求 好将每一个肢体 在他的呼召和服侍中 能真正敬虔服侍你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慈悲的上帝 你眷顾你所造的 你不喜悦罪人灭亡 愿他回转存活 求你怜悯我们 除去我们无知刚硬的心 和对你圣道的不敬 求你将我们带入你的羊群 好将我们 能与你一切与民同得救恩 同归于一个大牧人 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祂是永远地活着 与你和圣灵一同掌权 独一的上帝 你的国度永无穷尽 阿们 你们节目们 我们一同的站立 继续用三圣诵 祈求上帝在今晚垂帘我们 圣在 圣在全能者 圣在罗水水水碗我们 圣在全能者 圣在不咬者 让我们一同用主祷文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 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我们的呼求说 我们在天上祖 愿人都尊你的名字 愿你的国家祈祝 愿人都知一期期待地上 如同期待天上 我们日用的礼食 即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年年人的债 只要我们一切是谁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民 同样 全是你的 赐到我们的愿 祂们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 圣经所记录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受难的经历 我们今天将会借着路加福音的记载 全部的七段经训全部取自路加福音 所以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第一讯 出卖路22章47-53节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 究竟耶稣要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 可以不可以 那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消掉了他的诱饵 耶稣说 到了这个地步 犹他们吧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掌和手电官并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捅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这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受难的第一步 就是他被出卖 被抓捕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 在一个名叫科西玛尼的园子里 当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 悲剧开始了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耶稣还在同他的门徒一同共进晚餐 而如今 那个与他一同坐席的伽利人犹大 却把他出卖了 那些忠于耶稣的门徒 试图奋力地反抗 他们想要用刀剑来捍卫他们的主 耶稣 他们以为耶稣本来是要带领着他们 用他的神迹异能天上所降下来的火 来击败邪恶的统治者 来为他们建立一个完全公义的弥赛亚的国度 但是如今耶稣却束手就擒 他们不知所措 耶稣本来可以用神迹来除灭这些人 但是为什么耶稣不作为 于是他们说如果耶稣不做什么的话 那么我们要为耶稣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拔出刀来捍卫耶稣 但是耶稣却没有这样做 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有趣 因为他的门徒说 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 如果你们喜欢玩那种电子游戏的 你们就知道 本来他们期待耶稣用魔法伤害来击败这个世界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耶稣的魔法伤害好像停止了 于是他们就说 那我们就来物理攻击吧 我们要用物理攻击的方式 替耶稣征战 来打造这个地上的弥赛亚的国度 先从我这第一岛砍下去开始 他们认为这是建立上帝国度的方式 但是耶稣却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建立上帝国度的方式 不是通过用刀剑去伤害他们的敌人 去消灭他们的敌人 耶稣用他的实际行动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 上帝的国度的建立 是通过他医治的手 他的门徒想要做的是消灭对方 而耶稣所做的是用他的神迹 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最后一次使用他的神迹异能 耶稣使用他的最后一次的所行的神迹 竟然是摸了那个要抓捕 他的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把他医治好了 这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他来建立上帝的国度不是要来消灭我们 不是要来消灭那些抵挡上帝的人 而是要来医治 要来拯救 他要用他自己的痛苦来代替我们的忧伤 而这一切发生都不是意外 是上帝早已经计划安排好的 这一切都要应验圣经对耶稣受难的预言 那和我吃饭的人 要用脚踢我 要出卖我 因此让我们一同用第一首哀歌诗篇 四十一篇来思想上帝所预定的 耶稣的拯救 我们要唱第四到第六端 第四到第六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欣存天国 耶稣还算足处 作人的国民 人工医人和 我连世之到海外 到海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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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道教宾 不能再起来 连国的指寂 我所欣爱你 连世之到海外 到海外 到海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连世之到海外 到海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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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训否认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他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间 鸡就叫了 主转身过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主 他就出去痛哭 这是路加所记载的 发生在受难业的第二件事情 在整个耶稣受难的这个故事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那个反派人物 那个最大的大反派就是犹大 加略人犹大 他是最不可赦的 他是那个背叛主的 他是那个最应该被人唾弃的 那个人 但是 弟兄姐妹们 福音书的作者路加 并没有给我们一个 像童话故事一样的 坏人和好人 这样简单的二分对立的世界 他记录的是真实的世界 他记录的是告诉我们 在耶稣身边 那些反派的人物 不仅仅是犹大而已 不仅仅是背叛耶稣的犹大而已 所有的门徒 都离弃了耶稣 包括彼得 拒绝耶稣的 不仅仅是犹大 贪财的犹大 而且还包括 刚才还在饭桌上 信誓旦旦的向耶稣 启示说 主啊 我就算是 要跟你一起去死 我也不会被 我也不会否认你 我就算跟你一同 下到尖里去 我也绝不会否认你 主啊 我对你是最忠心的 我可以为耶稣 放弃掉一切 而且在科西马尼园里面 刚刚拔出刀来的 正是彼得 是彼得要用刀剑 来捍卫耶稣 他曾经那么勇敢 那么信誓旦旦 但是耶稣 却告诉他 说 彼得 你知道吗 在今天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不可能耶稣 彼得是在福音书当中 那个 我最喜欢的角色 因为他替我们 做了所有的蠢事 他替我们斥责过耶稣 当耶稣说 将来我要被祭祀长文士 卖掉 被杀害 三天之后复活 耶稣替我们说了最蠢的话 这事万万不能发生到你的身上 耶稣 你可不能死 你是我们的 这个起义的领袖 同样子 彼得也在这里面 替我们做了 我们所有人 都会做的蠢事 那就是认为 我们自己足够的坚强 那就是认为 我们自己可以 靠着自己的意志力 来坚守住 我们的信仰 来为耶稣 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是刚强的 我不像尤大 我不像那些软弱的人 但是圣经记录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们 是为了提醒我们 我们得救的确定性 不在于我们自己 而在于耶稣对我们的信实 不在于我们是否否认过他 不在于我们是否软弱过 而在于他 耶稣是否在父面前 能够承认我们 他之所以不否认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刚强 而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不过是尘土 因此在那个受难的晚上 除了被捉住的耶稣之外 没有一个人 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让我们一同 来唱第二哀歌 诗篇三十一篇 我们唱第一到第五段 我们唱第一哀歌 我们唱第一哀歌 人而言的原因 真的不错 我 então extremely忍've 要去icins no response 如果能员 如果能员 为你软弱过!' 从 зачем也这么的 TIM there 我们唱第一哀歌 王 drinking hear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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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稿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位 使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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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稿 不生肯定 未曾经 这两个人 他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耶稿 被一下子 定在定在 定在十字架上 这正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同定 耶稿 这就是 但是假如 你要好好地想 因为我 他的回答 他说 我找我 我不知道啊 这样回答 但是耶稿 所所所 思想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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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他说 他说 但是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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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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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说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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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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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